鹿骨香疾难救助协会 在春节前夕特别邀请 左水溪社区大学鹿骨分校 书法班的多位书法家 一同来办理一场 一起为爱而写春联 挥好一写的活动 募集善款来帮助弱势民众 解决问题 今天我们结合社区大学 然后他们这边 书法班书役班的老师 来做我们 疾难辅助的这个区块 今天易卖所得 会用在我们家庭发生重大事情 以及临时事故 然后就是生病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 适时的一笔经费 给他一点点的支助这样子 为了响应这场活动 左水溪社区大学鹿骨分校 书法班的书法家们 也都鼎力相助 尽自身专长帮助他人 书法班老师刘志欣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办理 能够抛砖引玉 号召更多人投身公益 由学员 学有所成 来做春年辉好的 这个易协 帮助弱势团体 弱势家庭 然后希望 透过这个 春年辉好 易卖的活动 能够抛砖引玉 带动更多人 来热烈的共襄胜举 能够让我们的过年能够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过新年 对于这场一起为爱而写春联揮好易写活动的公益理念 县医院吴瑞芳也是相当肯定 并感谢与会人员的辛劳 希望有更多民众能够一起来参与 陆古城的吉兰救助 这个学会 在这里请几位大师在这边辉好 写门联 希望这些乡亲和孙女来这里顾备 他们把这个款项 收了这个印卖款项的门联 捐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感谢我们吉兰救助 办这个活动的辛苦 议长何胜峰肯定活动办理的善举 也期许这股公益精神能有更多民众响应 一同尽一己之力来帮助他人 记者卢语凯入股采访报道